伸手 这是什么法宝 您这么一给我 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 十五 我跟你拼了 他这个人吧 喜欢整人 欺负弱妖 再饿的妖 也没有你难缠 别看他表面弯弯而哑 内心非常的黑暗 本君什么时候说过 自己是君子了 有没有出来单挑啊 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浩浩 过躁 我要学习 我要复仇 有没有那种不用近身 并可以一招制胜的仙法秘笈 给我拿来 迷人法则 你要对我做什么 放肆 你娘记轻轻的 怎么就病倒了呢 这就是比污蔑 离回我的城堂 我要跟你同归遇见 你们中药师就这么点本事吗 讲不讲道理啊 说非你这段本事 你最好要白费一切 你难道不想凭真正的实力赢过我吗 那你得给我展示展示你的真本事啊 好了 你第一次 南湾 你们一来 你到什么esten 不倒粉丁满意 你当然可以 可爱可以 我又赢了 回忆 二次 你过来一下 嗯 用什么丝吗 伤手伸出来一下 啊 找他找他 让人急 这会为你的行为后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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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吸引了 对 所吸引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延旦的感情也是隐忍比较克制的 那么唐周呢 它是比较活泼和洒脱的 两人的相处方式就是那种欢喜冤家 打打闹闹 包括对延旦的感情是那种直接表达出来的 因为一开始自己拿到剧本的时候 读的时候 诶 我说怎么真是疯了 有点不太明白 包括再去读的时候 诶 自己可能是这样的理解 所以后来在剧组和导演老师 还有编剧老师 我们一起讨论剧本的时候 唯独的时候 还包括大家主创嘛 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 这一拨人说 诶 你这句真是疯了 肯定是说颜旦 包括这一拨人说 诶 你这个真是疯了 肯定说的是自己 那么我就说 诶 那这肯定是每个人坠入爱情的时候都是疯子 结果每个人恋爱的时候 谁有理智啊 我们去把这场戏拍完了之后 我们倒对这句话还是真的希望听到观众朋友们 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时候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和什么样的反馈 印象最深的 那就应该是新疆的陷磨大战 因为你身临骑进去 到了那个魔鬼城 哇 那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我们穿着盔甲 在那个天上飞来飞去吹着风沙 因为那个就是真实感情无法去演的 所以那个是我们大家都记忆最深刻的嘛 我觉得 风沙很大 风景很美 美食很多 应该一两斤 但是我基本上不会让我的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不会让自己那个体重幅度很大 要不然就不接戏了 不行 再吃消息 双下巴就该出来了 就不能吃 除了你的角色外 最想尝试哪个角色 嗯 天地吧 因为读到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天地老师有一场戏是 很不一样 我也蛮期待的 我觉得演起戏来是蛮过瘾的 那这个我就不剧头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希望不要被删减啊 时隔多年再次与杨子合作有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 和杨子老师嘛 就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嗯 包括这一次再合作 那么我觉得大家都成长了很多 在演起戏来的时候也很有默契 那么通过这一部戏下来 也能在杨子老师身上也能学到很多 包括这部戏拍完之后 自己在戏剧理念上各个方面也成长了一些 或者就是说我们聊下一场戏 怎么演的时候 突然你怎么设计的 或者怎么想的 就蛮有意思 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嘴尼的状况 或者怎么样 我大家觉得累了给对方鼓鼓气 我们整个团体合作下来是非常愉快 我们再来做个快问快答吧 嗯 你更像音渊还是唐舟 那肯定是唐舟 生活中如果认错了人 要怎么化解尴尬 那肯定是微小带过吧 就是装作不知道了 喜欢欢喜冤家模式还是相爱相杀模式 嗯 共同进步吧 喜欢你的白发造型还是黑发造型 这个 得让观众你们去检验了 最想get剧中的什么技能 想去哪就去哪 顺便移动 每次休息一定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睡觉健身 在新疆吃的最多的食物是什么 嗯 各种肉 大盘鸡 嗯 烤包子 应渊和唐舟最常用的表情包会是什么 应渊会说 懒得理你 唐舟会说 哼 哼哼 音渊和唐舟的口头禅分别是什么 口头禅 过早 那么唐舟会说 想进葫芦里吗 对 最后来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吧 《全向如谢》呢 是一部包含了所有工作人员的一部 很用心的一部戏 会很精彩 积极